OK 好,那現在準備囉 來,5、4、3、2 來,你談說正穩定 因為先前你有跟那個雜誌合作一系列的慈善照片 那你先前也有跟現日本傳體 的老舍傳體創造出一些當曲 其實你把自己當作是一個迷音的素材庫 對對對 那你怎麼看到這個迷音化這種本質 那你是怎麼覺得說 迷音在你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地位這樣子 對,其實大家都是說我去跟Dosmonos合作出單曲 但是其實我一秒鐘都沒有參與他們的創作過程 只是把我們像今天這樣子的訪談 我是用開放的方式放在網路上,影音 那結果呢,它就只sample了聲音的部分 然後呢,就讓我一直講amplifying,amplifying 這樣子 但是呢,這個部分我並沒有為了它而另外錄 我全部做的只是用一個叫CC授權 什麼是CC授權呢?就所謂Creative Commons 就是我預先說,只要滿足某些條件 和不想要祝你出處,我就不告它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我並不能算作是 所謂的共同創作的過程的參與者 就像剛才您已經說的,我只是素材庫裡面的一個素材 那我覺得迷音它也就是在網路上面 大家可以不斷的二創三創去發揮出自己的創造力 並且每一次的創造都不需要從零開始 可以是建立在本來已經有的這些梗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是開放式創新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因為你也把這種迷音的工程 把它帶入到這個政府當中 政府很多粉裝其實最近都有一些 就有討論過台灣 對,都有很多類似的這種迷音出現 那你怎麼看待說這種台灣政府的這種 用迷音工程來傳播自己政府的訊息 然後也用這種迷音來對抗假消息這種狀態 對,其實我們也理解到說其實在網路上面 如果看到一些不實訊息 好比像說有一陣子有人說 衛生紙快要賣完了 為什麼因為它的材料跟口罩一樣 那像這個就是不實的訊息嘛 這樣子的訊息其實它很容易擴散 因為大家看到了之後都會感到非常的義憤天音 好像說政府怎麼可以讓衛生紙都變成買不到啊等等 那這個時候義憤天音它會讓人按分享 只要每一個人按分享平均分享給一個以上的人 他的兒子就大於1 也就是說它會go viral 就是說會流行 這跟流行病學是完全一樣的道理 那所以呢我們在做的其實就是研發一種疫苗 讓大家只要看到說不論你在怎麼會囤 我們都只有一粒卡成 這樣子的一種迷音的時候 你就會哈哈大笑 那笑了之後呢 其實你對於這個義憤天音的感覺就免疫了 你下次再看到這個你就知道說 沒有啦衛生紙其實是南美的材料嘛 那口罩是台灣的材料 那張表格你就會記得比較的牢 但是如果你沒有哈哈大笑這部分 你只是傳播那張表格的話 那個R值說不定0.2都不到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它要把正確的消息 在最快的速度裡面它傳播的比謠言快 是 所以台灣在這次的疫情當中也是透過網路 或是媒體也是跟很多 外國媒體或是外國的政府對話 甚至你今天在凌晨的時候好像在BTC上回聞說 過去也曾貸款1000萬嘛 然後就是自費出國來做這種 叫做自費工價 對對對自費工價來做這種外交 但是可以幫我們描述一下這種過程 那你去哪些國家 然後參加了什麼 其實非常多嘛 就是我剛上任那其實就是去西班牙馬德里 然後去法國巴黎參加了GP 那然後之後其實像去紐約 PDF Personal Democracy Foreign 其實非常非常多了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不是說好像我代表整個國家 而是我代表一種精神 就是現在我們叫做台灣Can't Help 的這個精神 就是台灣面對不管是假訊息的這個攻擊 或者是面對這個疫情等等 它其實都有一個結構上面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找出解決方法 不會有一個國際組織 不會有一個布魯塞爾 或者也不會有一個日內瓦 跑來告訴我們說 或也不會有一個華盛頓DC 跑過來告訴我們說 這個聯邦或歐盟或者WHO 已經決定要怎麼做 你們照做就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都不是這些的成員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非常有原創性 那這個情況下發展出來的解決方案 在台灣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是不以犧牲民主自由作為代價 它不像說在假訊息危害上面 我們透過民言闢謠 這個就你不需要說 那政府行政院可以隨便看到什麼 就把它下架 但是在其他別的國家有時候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所研發出來的呢 不管是任何民主自由的國家都可以應用 而其他稍微比較極權一點的國家 研發出來的 說不定之後他們家可以用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解決方案的傳播率 就比較高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去參加的活動或者會議 它就不一定是政府辦的 有的時候是民間辦的 那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在宣傳台灣的這些解決方案 但是嚴格來講 它是跟民間的外交 而不完全是跟公部門的外交 所以這個時候也就是為什麼當時 其實沒有一個科目可以去報的原因 就是因為嚴格來講 我並不是見了一個部長 或者一個外交官 我見的可能是他們那邊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言論的領袖 或者接下來要跟我對談 有一個叫做 他是一個歷史學家 人類大歷史 之類 但是 他其實並不是官員 所以我跟他的對談也不能叫做外交 所以這個情況下 在我剛開始入閣的時候 是沒有科目可以合銷的 所以我就自己做 其實外媒也是把你稱作天才IT大臣嗎 也只有日本媒體 對日本媒體 那你對於這種參考有什麼感想 如果小朋友想要以這種IT大臣為委員的志向的話 你限定他們運來的數字 我想只有在君主立縣的國家才有大臣 我們是具有直接參與特色 直接民權特色的共和國 所以其實是只有委員沒有大臣的 那當然就是日本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他的年輕人 可能參與政治的時候感覺到挫折 所以他可以運用我當作一個素材 來刺激一下他們的就是官員們 但是這個就有點像是動漫角色一樣的狀態 所以其實跟我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 這個就是他們可以運用的一個素材或者一個梗 那所以我當然也不會鼓勵年輕人變成動漫角色 這個可能不是一個很有效的一個支援 那但是當然大家就像Dosmonos一樣 要拿我的這些支支片以來創作 畢竟也是把我們台灣的這些創新的想法 也是有所增幅嘛 就是也能夠擴散到更多的地方 所以我是樂觀啟程 但是我不會覺得那個就是我 是 那唐公委員你進入政黨的時候 有哪些適應的方法 因為先前可能是一些 外界對你的看法是什麼 天才兒童之類的 那你進入政黨的時候 最不習慣或是最驚訝或最有興趣哪些一點 我最有興趣的點 其實就是在各種不同的立場裡面 找出共同的價值嘛 那但是我最驚訝的就是說 其實公務員比我想像的要創新非常多 事實上是我見過最具創新精神的一批人 但是我以前在民間的時候完全不是這樣想的 那在民間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因為公務員服務法的關係 所以公務員有再多創新的想法 如果他的老闆就是上司不批准 其實他不能自己對外界講 就算他以個人身份都不能夠對外界講 所以就變成大部分的創新都被關在這個公務員裡面 那但是呢 我們現在透過所謂社會創新的方法 就是民間有一個新的想法的時候 反而是公務員來幫忙民間 達成民間想要做的 他不像說像口罩地圖 那在這個時候公務員裡面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非常多人覺得 那我透過我自己這個創新的方法 我來增幅民間的這個概念 而民間這個概念因為透過媒體的報導 大家都已經同意是具有公共利益的 所以我們這樣開門造局的做法 就讓公務員的創新的能力被釋放出來 除了口罩地圖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案例 其實口罩地圖只是最近的一個案例而已 好比像說像當時有一位設計師叫卓志遠 他在我們的公務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面 有一個提案叫做 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然後呢底下一片都是負能量 有的說什麼關貿公司怎樣 有的說財政部長應該下台等等 那大概原因就是因為其實在那一年 他們用Mac或者用Linux是沒有辦法在網路上面報稅的 那所以網頁上面會說請稍後 然後就等五個小時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因為城市壞掉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卓志遠呢 其實他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當時有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叫做楊錦亨 他是財政部的一個專委 因為他已經被授權說民間只要有一些這種想法 他立刻就可以回覆 他的回覆我們簡單講四個詞就叫 你行你來 簡單就是說不是會炒有糖吃啦 會炒得進廚房 所以呢卓志遠就到了財政部資訊中心 跟所有有批評指教的意見的很多朋友們 一些部落格的朋友們等等 一起來畫明年的報稅系統 怎麼樣才能夠讓大家用起來比較開心 果然這個系統在隔年 在Mac跟Linux上面試用的時候 就高達百分之九十幾的滿意度 以至於說連Windows的使用者 都要跟別人借Mac或Linux來報稅 因為畫面比較漂亮 那當然再隔一年 我們就全民都使用這套新的系統 而這套系統剛好就是EMASC 2.0 用來賣口罩的那套系統 稍微改一下就變成這個 而現在我們還在稍微改一下 又變成三倍券的系統 提到三倍券 如果倘若你拿到三倍券 我想要怎麼使用 那你會想要用什麼形式來使用 我想三倍券它分成紙本跟數位 而數位是所謂的刷三千零兩千 你只要用就是電子支付電子票證 或信用卡綁定之後刷到三千塊 那我這三千塊一定是刷給 就是具有社會創新的實際的成績的 好比像說像寫漢人 他們並不是只是你捐款給他 而是說他也有做一些烘焙 或者是做一些食品加工 或甚至做一些藝術創作等等 那這個我們叫做社會創新組織 就是你同樣是花三千塊錢 但他可以創造超過三千塊的 社會或者環境的這個效益 而且他每一年都會提出證據 告訴你說你這個對社會的投資報酬率大概有多高 對環境的投資報酬率大概有多高 所以說越是像這樣子有社會跟環境效益的 我又會花這三千塊錢 那當然我最後會領到兩千 這兩千我也打算捐出去 是 也是要捐出類似的傳遞 就是當然就是至少它必須要是登記的社福團體 有愛心碼的這些 那你可不可以用幾句話來為宅男這兩個字來進行變 我想宅就是宅新人厚的意思 就是表示心地很善良 宅新人厚 所以所有的宅男都是新人 那你覺得說現在台灣的IT實力還缺乏哪一些領域還需要加強 那政策上還有哪些需要改變的地方嗎 對我想台灣我們傳統上說資訊就是IT 或者資通訊或者ICT 大概都還是面對機器的部分 那但是呢其實設計像我們說城市設計 它其實是分成面對機器的部分 就有點像比較傳統的產品設計啊 或者是空間設計啊這些 那但是呢或室內設計這些 那視覺設計 那但是呢其實它也有跟人有關的部分 就是設計師它並不主導一切 它只讓一些可能性發生 就是像服務設計 體驗設計 互動設計 策略設計 機制設計 大概都是屬於這些跟人比較有關係的 那我們以前對跟機器比較有關係的部分 那是台灣絕對的強項 但是我們在最近也看到 就是服務設計師 體驗設計師等等這些 在台灣也開始出現 所以如何讓面對人的部分 跟面對機器的部分 能夠很恰當的協同合作起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接下來 我們不只是ICT 而包含數位的文化 要加在一起做的事情 那現在同性婚姻是過了一年多了嗎 如果看待說 台灣目前來的性別教育的現況 過去也希望說自己不被外見 是同性結婚 對對對 結婚不結婚 結婚不結婚 那過去你也曾說自己不希望被外見的這種刻板印象 給亨自己 阻耐覺得說外見要如何看待你的這部分 我覺得結婚不結婚就是一個很棒的社會創新 因為確實就是家族跟家族的結合 在2008年我們從儀式婚改成純粹登記婚 以前其實真的很多長輩覺得說 其實婚姻的那個因的那個部分 可能才是重點 就是說這兩個人是代表他們彼此的家族 然後他們彼此的家族結成所謂的親家 那當2008年以後變成純登記婚了之後 那當然這就是其實是兩個個人中間的一些權利與無關係 那我覺得這兩種看法都是很有道理的 婚跟陰本來就都是在社會上面存在的一些關係 那所以說我覺得我們這一次所謂的超連結法案 就是一年之前我們是超連結准用民法裡面所有關於婚的部分 但是完全不超連結到關於陰的部分 那這個呢就同時照顧兩邊的看法 所以這樣子施行之後大家就發現說好像不錯 就是說因親的這部分並沒有被干擾到 但是結婚的部分所有的權利都准用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他的支持率就比剛通過的時候高了不少 而且很多別的東亞的朋友們就說 原來可以這樣做啊 那他們也很願意學習台灣模式 這我現在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使用通訊軟體 通訊軟體當然是有使用的 那現在台灣的通訊軟體 大部分的使用者都是使用 像LINE這樣子的外國的一些商品 沒有啊我是用自己家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 那我是一般的使用者 那其實像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屬於那個橘子集團 那橘子這邊也有開發一些像一些 即時通訊軟體來使用 但是我們也常碰到一個就是 現在感覺上整個市場已經被很多外商給吃掉了 我們現在要切入其實很難 我相信很多台灣的一些 在設計不管是其他的App啊 或者是其他的服務的一些業者 他們也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市場已經被很多的外國企業給贊助了 我不知道這部分政府會不會有一些什麼樣的方法 來幫助這些年輕朋友 或者是一些新創公司 來協助他們進入這些市場 不過像我自己架的 那個叫做GCMeat 那那個其實是Made in the World 因為它是開放原始嘛 它是自由軟體 我們也看到很多像小學的一些校長 他發現說他的電腦教室裡面 有一些已經淘汰掉的一些機器 他在上面呢只要跑這個GCMeat 他就有一個就是很棒的視訊環境可以使用 而且呢因為是校內網路 所以那個解析度都非常高 他不用到雲端然後再回來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通訊的目標 其實是很多在企業內部的網路 也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除非必要啦 否則放到所謂的公有雲上面 那個是你就是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的事情 也許是可以放在這些公共的地方 那不然的話你就要確保 那個公共的地方 是採取所謂點對點加密的一個技術 意思就是說連他自己都沒有辦法看到你 跟別人中間傳的這個訊息 像LINE 它就是不完全的點對點加密技術 他主張說 好比像說你的文字訊息 他也許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傳什麼貼圖 他是知道的 為什麼因為他要買這個貼圖 所以這個情況下 那你就要自己衡量一下 就是說你跟你的同事貼的貼圖 讓LINE公司知道的這件事情 對於你的工作到底會不會有影響呢 這個就是你要自己評估的事情嘛 所以我們在政府這邊 第一個我們鼓勵 尤其在教育單位 盡量採用開放緣碼的軟體 因為他要自己客製化是比較容易的 而且第二個 學生如果看不順眼什麼功能的話 他自己改改 就可以再加上這個功能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想 對於培育我們下一代是蠻有幫助的 而不是說好像說 不管是本土或者是外商 他有一個軟體 他都已經用成習慣了 然後那一家就被詬病了 或怎麼樣 然後那個服務就不見了 那他之前就白學了嘛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保持這個開放緣石碼的精神 所以您認為開放緣石碼的精神 這件事情對台灣的一些新創公司 或者想要開發的東西 開發新商品的一個idea 應該是把它加入這件事情 對啊 因為它可以幫你省掉非常多的研發的費用 因為等於所有人共享研發的費用 如果當年Google要為每一台伺服器的Linux 都付授權費 那就沒有Google了 OK 沒有問題 就是說因為現在雖然疫情解封了 但是大家在工作的形態都會知道說 遠距工作會成為一個 一個普遍的趨勢 那本身你在遠距工作的經驗裡面 都有 就是特別會去執行的番茄中工作法 那可不可以把這個事情來再跟我們 就是說提到你在用番茄中工作法的時候 你認為最驚訝的 以及在你實際的體驗裡面 你覺得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什麼 番茄中工作法簡單來講 就是你認真工作25分鐘 中間完全不被打擾 手機都轉靜音 那如果你想要回即時的訊息 或者是想要發個費文 那是在25分鐘之後休息的那5分鐘去做 這個叫番茄中工作法 那這個的驚訝就是你一天醒來的時候 先去規劃說今天想要優先完成的是什麼 你先把番茄中 他要達成的項目進行一個排序 那這樣子的話 今天就算只能做到其中一部分 你也不會覺得說好像事情沒有做完 因為你知道這是最重要的 你已經做完那件事了這樣 那你整個用完就是你最驚訝的 你在休息的時候 你最常做的是什麼事情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PTT上有人提到我 我就上去回文等等 所以才會看到你神出現對不對 那說到這個出現 網友都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覺得說每一次只要 無論是你像前一陣子大家都知道 那個排科大問題 那個24年叫做 你的立刻的第一時間反應 無論在什麼場合 正式的 或者是PTT上的 或者是一些很輕鬆的場合 都是我本人 對 你都可以馬上做出神回音 這是特別準備嗎 還是說你在第一時間想到什麼 可以如此的神回音 沒有我想到什麼就講什麼了 只是因為就是在跟鄉民混久了 那所以其實鄉民對於某些程序 他是有一些很標準的回答方法的 所以我想這些程序也有多少影響我想的方式 這個也是民音的一部分 哦 對 您現在在 我不知道您覺得 絕不覺得自己現在是政治人物 嗯 您覺得現在自己是政治人物嗎 我覺得 大家如果要覺得我是政治人物 我是一個標籤 但我不一定要迎合這個標籤 那我也不會反對 抗拒特定的標籤 就像剛剛講的 在君主立憲的國家 有人要把我叫做大臣 那我也不會去否定人家的文化 畢竟人家是君主立憲的這個政體 但是也不表示我就要去迎合這個標籤 嗯 所以您以前有想到過 有一天會跨入政界嗎 我想對我來講 就是看大家不同的立場 然後去綜合成共同的價值 這個是我從加入網路治理的這個社群 大概一九九五九六年開始 就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做的事情並沒有特別的改變 我覺得改變的是 現在這個我們的政體在台灣 我們邁入的說不是只是投票 而是每天每天大家都可以一起來討論 怎麼樣讓我們的公共政策變得更好 包含寫個口罩地圖啊 或者發明一下就是說 電國忽然到一百一十度再降下來 可以消毒口罩啊 等等的這些社會上面的創性 大家不再覺得說好像帶意識 來決定我們所有的公共的事情 你隨時就要有個想法 那不要問說為什麼沒有人想到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啊 你就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嗯 所以其實您不認為說政治的東西 就是我們過去傳統想像 就是這麼很政治的東西 其實它是可能是比較生活化 你想到的是比較生活化的 因為社會創新 我有八個字嘛 叫做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 就是關於大家的公共事務 每個人都可以提出幫助 那傳統上政治是什麼呢 是一群人他來管理這個眾人知識 所以就不是眾人助之 所以這個是一個典範的一個轉移 嗯 可以買回去的 小燕這邊還有木線 好 因為我看後面那個辦公桌 好像有一些新的工序 會不會可以介紹給我們看一下 新的工序沒有啊 就那些沒有什麼不一樣 一直都是一樣的 我看到我以為是VR頭戴的裝置 那個都是我三年多前就有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新的可以介紹給我們 沒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其實在這邊就是錄影棚 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燃燃路399號 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所以如果有什麼新東西都會放在那邊 都會放在那邊這邊 這邊是沒有的 最近有沒有什麼有趣的 最近你覺得發現一個 台灣有一個很新的一個東西 然後不管是新的概念還是商品 然後你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有特色 有開創性 有啊 所謂的這個口罩一貫廠 就是說外國隨便哪個地方 只要有一塊地有水電的供應 那我們這邊的口罩國家隊 就去幫他們做一個24小時運轉 每天產出200萬片口罩 不管你要易用口罩N95、R95什麼都可以 這樣子一種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輸出的方法 所以我們之前的就是人道的援助 也許有些朋友已經在APP上面 把自己沒有領到的那個配額 已經有DEDICATE 有貢獻出去了 那這些他們醫護人員收到了嘛 那就有點像試吃包 就是發現說因為台灣品質 真的特別好 那但是他們如果現在一般人 也想要的話 大部分他們還是希望說 不要一直進口 而是當地的去製造 所以我們這種就是口罩國家隊 大家都知道是本來製造 遠為精密與口罩的東西 的一群高手去組成的 那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把這樣叫做 一貫廠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實際的去在各個不同的 有興趣的國家去設立 那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概念 那Made in Taiwan這個招牌 我覺得就因此就是打亮 所以說不是只是product made in Taiwan 也是process made in Taiwan 那這個宜貫廠他已經到哪些國家了 這個請洽民間部門 因為這是經濟部門的事情 哈哈哈哈 他只是覺得這個很有趣 跟你說一下 對對對 但是你找宜貫廠會找到 好 口罩的需求還會很重嗎 欸確實 我們今天其實稍早 才有一個英國的記者 然後在這邊一直詢問我 說他們連到底需不需要戴口罩 都還在爭辯 那所以雖然在台灣 已經我們疫情差不多過了 但是在國外很多地方 現在這種討論 類似我們一月二月的狀況 還正在開始 哇 那看起來這疫情可能 對 因為連WHO 都是說 欸這個現在在有社區傳播階段的情況下 還是戴個口罩好吧 這個都才是上個禮拜 才做出來的 對 所以就是 就是稍微跟我們有一點時間差 我們聽到 我們會覺得怎麼會是這樣 不是已經要過去了 歐洲真的都還是 是是是 他們現在都還是很嚴重 對 他們還沒有意識說要戴口罩 現在他們就是在慢慢建立這個習慣 不會那麼普 像台灣很普遍 對對對 然後我現在看起來 非洲好像更 那就差不多現在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好 抹擦 cocoa 感谢观看